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卢塞尔的新城区 然后现在我身后的这家商场呢 就是温东茂 据说呢 这是卡特尔当地一家 比较奢华的购物中心 今天呢 我们去给粉丝们的选的礼物呢 就决定在这家商场里面去 看一看有没有适合我们的礼物 哇 那不是名创优品店吗 之前曹一文有跟我说 这里好像开了一家名创优品 我去看一下这里 可不可以给粉丝们选到礼物 来掉这家店之后 我发觉了店里的客人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 我今天也特意拿了一个篮子 看看能不能选到什么好的礼物 我呢 刚才也在这里面大概转了一下 然后发现呢 这个店铺里的东西还是非常的全的 有毛绒玩具 包括有女生用的化妆品 头饰 生活用品 整个说来呢 东西是非常的奇 之前经常有朋友跟我说 我好像没有什么女粉 如果你是我的女粉 你可以把我是女粉打在公屏上 让我看看我到底有多少女粉 我今天呢 也会专门挑一些给女生 送的福利送给大家 然后我们就去选吧 这个好不错 这个买两个吧 对 这是我给女粉们挑的第一个礼物 在多哈可能其实不需要这个 但是在国内的话 很多的北方城市 冬天会非常的冷 包括南方城市 冬天没有暖气 然后呢 戴上这个帽子 我觉得应该还会又保暖又可爱 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真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这有很多米奇的袋子啊 觉得女孩子是不是应该会比较喜欢 选几个吧 觉得这种比较有特色的 女孩子应该会比较喜欢 还有一些这样子的粉色的小包包 觉得女孩子可能应该会比较喜欢吧 这种 拿两个吧 哇塞 这还有这么多的本子 还有铅笔 我女儿生是最喜欢这些东西的 我感觉他们家这卖的店的东西 种类还是非常的全 这是好像女生用的化妆水 不管了 还是买两个吧 我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我逛了一圈 其实我真的有选择困难症 不知道买什么 但是我觉得 当我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 我就买包包 为什么 包治百病啊 我觉得这些包包真的都非常的可爱 女孩子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这个的设计灵感应该是来自于唐老鸭吧 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我就买包 永远不会有错 直男视角 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毛绒玩具 你不知道我的粉丝里 有没有这么小的朋友 如果有 我一定给你们带几个回去 在拍了吗 在拍了 他说在那边好像 等一会儿 刚才我也大概逛了一下 然后也看了很多的东西 大部分的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 然后其实在国外能看到那么多的 我们的中国制造还是非常的自豪 待会我也会去别的店看一下 帮大家选购一些其他的礼物 我们现在去结账吧 你好 你好 可以说中文吗 阿里等 大家可以猜一猜今天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一共花了多少钱 刚才算下了一下价格呢 总共是350厘 打折下来呢是250厘 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就是500块钱 是非常的实惠 这么大一包礼物 飘洋过海寄给你们 今天的购物呢已经结束了 这个名创优品 在全球105个国家呢都开着有店铺 然后它的门店呢光海外就有2000多家 质量非常的好 然后价格呢也不是很贵 非常的实惠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体验一下 接下来呢我就去 呃购买一些具有世界杯元素的东西 然后大家跟着我一起走吧 Let's go 晚安 马卡巴卡 优优独